大家好 最近这个一年 一年多以来 在国内卖房子的人特别多 而且明显感觉到这个房子不好卖 不好成交 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 高速增长的这个十几年 看起来是结束了 这个风水里边呢 经常有这个直播里边也有人问 这个房子怎么能够这个快速的这个卖掉啊 卖了好长时间了 连个人这个看了看啊 都没有成交的 这个房子只要有人来看啊 那不成交呢 一个是价格的问题啊 还有一个呢 是什么呢 很可能我们在风水上边啊 这个让人家一进门看一眼啊 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购买的这个欲望啊 好 在今天的话呢 呃 我真正的啊 告诉你们说 这个按风水师里边来讲啊 他都未必这个很了解 很清楚的一个事啊 实际上呢 风水呢 是一个方面啊 再有一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了解啊 你比如说你这段时间卖房 你的房宅啊 这个坐向朝向是什么 你的真正的这个房子里面的财位是什么啊 这个房子里面的财位呢 一个是你自己住啊 这个自己这个主人啊 这个如何得财 旺财 另外一个卖房子呢 跟这个是相反的啊 卖房子呢 是看这个房子如何能被人家这个买走啊 那这个财呢 是怎样做的呢啊 首先呢 我们先确定啊 这个里边要看这个房子的这个财位是哪啊 确定了财位 确定了这个财的五行啊 也就是说财神爷在你家这个家宅的这个什么方位啊 我们就有办法啊 举例说 我们确定了财谣是这个火 无火啊 我们又了解呢 今年的这个九星财位的话呢 这个八白是在这个正南 好 那这个房子啊 我们在这之前啊 先买一只啊 大小呢 跟你们家这个一进门玄关的地方呢 大小呢 这个比较这个比较合适啊 比较合适的一个圆形的镜子啊 这个一定记住啊 是圆形的镜子啊 在买圆形的镜子的时候呢 这个要买啊 这个干干净净的擦干净了啊 一般的情况下呢 是选这个初一啊 初五啊 初十啊 初九啊 这种啊 单数啊 单数啊 这个时间 正五十分 嗯 拿到啊 这个外边 朝太阳的方向 也就是正南的方向啊 呃 把镜子对准了 太阳啊 这个照射 五分钟以上啊 然后呢 再用这个 红色的布啊 红色的布呢 给它遮盖住啊 拿回到 呃 自家 拿回到自家之后的话呢 对着大进 进家门的这个 大门 再照射 啊 揭开红布啊 照射一分钟 嗯 然后 在镜子的背面啊 在镜子的背面 呃 买 朱砂 这是朱砂墨啊 这可以买 还有 买这个 朱砂的某笔 本身就带水的 那个朱砂的笔啊 点这个 一滴 白酒 嗯 在这个 白酒上边啊 把这个墨 延开了 嗯 要直接用朱砂笔的话呢 就直接可以涂抹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呢 大概有什么呢 大概有这个 一块钱 这么大的一个圆啊 呃 然后 嗯 把它放在这个 进门口的 玄关的地方 嗯 周围啊 这个 东西 杂物 尽可能 清除啊 嗯 不要有鞋啊 要是有鞋柜呢 把鞋柜里边的鞋 也要拿干净了啊 门口呢 再换上一块 新的啊 这个 或者是黄色的啊 这个中和的啊 米色的这个脚垫啊 嗯 再确定好了 这个时间 嗯 嗯 再选择跟中介 定这个价格 啊 把人招来啊 这个时间 嗯 确定好了之后啊 应该是 呃 在七日之内 他只要人 能上门来啊 价格 始终合适啊 呃 据说啊 我们也根据 这个很多过去的经验上面啊 这个 好像是前三个人啊 就有一个 愿意出价的了 好吧 嗯 这个是举个例子 说 这个 你家的 卖房子的 这个 房宅 五行啊 财神 是属火的 是这样做啊 那么 卖房子 还有各种的啊 属木的怎么做啊 属金的 我们怎么做啊 这个 各方面的是不同啊 这个就是快速成交的啊 一个绝招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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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